18大之后,中共连日宣布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 分析显示,目前人事布局除了常委人选,其他已团派居多 派系间的角力有可能再次形成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冲突 继中共第一批重大人事调整宣布后 新华社周三再发布消息称 有湖派人马孙春兰接替张高丽任职天津市委书记和常委 另外被认为是江系人马的赵洪柱不再兼任浙江省委书记 稍早中共中央已宣布,远捷连省委书记孙政才接替张德江 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和常委的职务 中共政治局常委余正生不再兼任上海市委书记 但由上海市长韩正兼任 市政评论家武凡认为,从这些安排可以看出 胡锡在常委中失去优势,只好在省级官员安排中抢位置 武凡进一部分析,这样的人事安排会造成中共内部矛盾 至于外界推测这个人事安排是胡锡为了19大做准备 武凡认为那要看中共体制能否拖到下一届 新台记者朱志善丁宁采访报道